小半天地區以盛產竹子聞名 竹筍更是當地傳統的食材 這次舉辦活動就是希望讓小朋友們體驗挖筍子 加深他們對於地方傳統農業的認識 辦這個竹筍的食農教育 我們叫很多我們在地的一些小朋友 來這個夢中竹林下找筍子 以及享受以前我們先人 所留下來的一些傳統記憶 讓他們知道說夢中竹的生長環境 以及它的產物 對我們竹林社區 以及我們小半天整個區域的發展性 以及歷史的嚴格 因為有農民用心的耕作 才有這麼多美味的食材 縣議員許樹霞也希望小朋友們 能從今天的活動中 了解農民的辛勞更加愛惜食物 非常感謝我們辛苦的這些農民 因為我們桌上的一顆筍子 一粒筍子 真的是來的不容易 農民在它整個竹林的管理裡面 就花了很多的時間 尤其是在這個挖筍子的一個過程 找筍子的過程 就要非常的賣力 非常的用心 所以我覺得說農民的用心 可以帶來我們這些美麗的佳養 真的要感謝他們 看到今天這麼多小朋友參與活動 縣議員吳瑞芳表示 許多小朋友愛吃筍子 卻不知道筍子是怎麼取得 希望他們透過今天的活動 了解地方農業文化 他們今天帶領這些小朋友 文商國小小朋友 來這邊體驗怎麼來挖筍 筍是很好吃 大家都很喜歡吃 不知道這個過程 他們的管理過程 今天大家小朋友來體驗 大家能夠挖得很快樂 很快活 議長和聖峰期許透過活動 加深小朋友 對於地方農業文化的認識 使他們了解農民的辛勞 更加珍惜食物 記者盧與凱 入股鄉採訪報導